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调出我们的这个编辑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01已经出来了 在01这个地方呢 我先拥有一个file 这叫001.html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快捷键 就是我打一个刀 碳号 然后会 太不减 sorry 我要保存一下 这个没有 好吧 那我们把这个代码 只能敲一遍 这个有点尴尬 这个正常来讲 应该是他能够给我们产生 一个整个页面的结构 这个现在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出不来了 TYP 但是这个也不算特别慢 这个是HT-5的 这个作为 说的这些东西 应该是作为大家的 这个 基本功啊 你自己应该写都能写出来 这个写不出来 就要打屁股了 这个怎么什么提示都没有 对啊 至少这个得有吗 好 这基本上就是HT-5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有了 那么有了以后呢 首先在这个head的这个位置上 首先我们要去引入 script 相应的script script的话呢 那么是这样的 在这个SRC底下 它首先第一个是 点杠 然后node的 它 然后第一个 我们要引入react 因为react是哪个呢 那我们要在这里边去 呃 引入react react 然后在react下面有umd 然后umd下面有react 这个里边记住 它的这个名字呢 其实不是什么点命 它是development production和profiling 那么这里边如果开发版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script src 那么我这时我们要引入react dome 这个现在刚才是react 然后底下是react dome 它呢是react dome 然后也是umd 然后底下是react dome的 development 这是react dome development js OK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还要引入bible script 啊 这是什么呀 crp script src 点儿 杠 嗯 哦 11点31了 我们再写11点34分 我们休息一下 啊 然后这个是bible stant alone 啊 然后底下是bible.js OK OK 这是三个script 啊 有了script以后呢 那么我们在上面写一个东西 在这儿啊 div id 等于 我们就叫它app 杠 app 啊 对对对 有一点啊 我忘了把这个叫调大一点 哎 嗯 这个字体 嗯 我看一下怎么调大 嗯 是appearance吧 啊 啊 这是zoomal 啊 control加减号 control加减号 哎 不对 这更小了 这个 zoomal control加档号 好吧 啊 这个刚才那个 这 课的那个 助理让我改大一点 我给忘了 不好意思 啊 啊 这是不是太大了 看起来 啊 小一点 这在 这个再小一点 好 那么在这呢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做完这个东西以后的话呢 那么底下我们来运行一行 呃 react的代码 然后呢 hello world能够跑下来 我们看一个hello world 那么在这呢 首先 我们在这做完了以后 我们给一个sripe 这个sripe的就就就就是那什么的了 就直接写代码 这个代码 首先里边呢 我们看一点 es的代码 是let 呃 let的情况下呢 是let od 等于这个let的话 比vr的话会更更那什么 它的就是更接近现代语言的那种 所以es6里面建议使用let啊 就跟vr很类似 是document getelement 因为你id上面是已经给了嘛 这个地方是多少 我们给一个app 好 那么拿到这个odiv以后 其实就是拿到它嘛 拿到它以后的话 那么底下我们要做什么 是react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叫reactdom reactdom 点 reactdom的这个地方点完了以后是render 掉了一个叫render的函数 呃 这个函数里面呢 呃 对 有一点 script这个地方 我一会再说吧 我们在这打一个render render完了以后呢 底下有一个可能会让大家很害人听闻的一个东西就出来了 我就开始这么打了 你看啊 然后这个已经开始报错了 好 这个东西是让大家觉得有点害人听闻的一个东西了 然后我把odiv搁在这 然后我现在去运行它 如果在一个这里面运行它的话 直接在右键点 就是open 呃 呃 等会啊 我看它是不是没装这个东西 嗯 就是 就是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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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6 运行 EW 搜一下 view in browser啊 这个没装装 好吧 这个大家注意一点 它有的差点你要自己装啊 这个刚才就是view in browser 这个是 也就是有点相当于 hbuilder里面 就是我用浏览器启动了 刷浏览器的那个过程 否则在这你啥都没有 你在这点邮件 你看view in browser有了 好 现在你看这个地方 它一定报错 我现在把这个 呃 搞大一点 我给大家看这个工具 更多工具 呃 诶 对 这一定出错 你看吧 uncache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你点一下这 它一定给你这报错 因为它看不懂 这点我写的时候 我估计你们有点 draftscript的基础 说这个东西能写进去 这是个什么鬼啊 好 今天讲的第一个点啊 休息前讲的第一个点 我告诉你啊 这个地方 type 我们原来type写什么 我们要不写 不写跟写上去 写成这样是一样的吧 对吗 也就是说 你当见到一个script的以后 它如果script的 如果它写src 直接loadsrc 浏览器 如果到这的时候 它见到一个script 它见到是test jafscript以后 这个时候 整个dome会停住 会把整个的 县程的权力 交给js engine js engine会开始 pass这个东西 然后它pass完了以后 它pass到这就出错了 对吗 所以这个里面 在react里面 就是始终jsx的时候 要有一点 这个地方 未来坚决不允许 写成jafscript 这个地方要写成bible 把它写成bible 写成bible 我们再看一下 它还会报错吗 它就不报了 然后hello world 已经出来了 看到了吗 OK 那么这个 整个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 有一点 我们正常来讲 script的情况 那么有一点 为什么这个 就能出来了呢 为什么这原来 写script不行 这写成bible就可以 因为我说一下 你写成bible的时候 它其实不知道 这个东西 该怎么运行 它不知道 怎么运行的话呢 它就等着了 它就等着 它等着的情况下呢 它就 就是说 它运行到这的时候 它发现 这script它做不了 做不了以后呢 它就把它放在这 不去运行它 然后把整个的 跑完 跑完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 当浏览器 已经ready的时候 它会做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bible会启动 到整个 盗墨书上去找 是script 是text bible的这种 然后它找到 这个东西以后 会把它进行编译 编译完了以后 然后再去试图 运行这段script 它会把它翻译出来 然后去运行它 所以那个时候 它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边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这个东西 是html标记 当然来讲 它跟html标记 有区别 但是bible 认这个东西 我们开始在这的时候 你写这个东西 会觉得有点 坠坠不安 而且你看 我正常来讲 如果我把它写在这 这个东西 是get不到的 应该 但是现在你看 它能get得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 整个运行完了以后 才去get它 正常来讲 正根啊 如果按照那什么来讲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底 好 说一点bible这个词 bible这个东西呢 其实来讲是一个 这个词 大家去查一下 这个词在圣经里出现过 这是一个圣经里出现的词 它叫通天塔 说当年有那么一个故事 是说人类要修一个通天塔 然后这个通天塔 能修到这个伊甸园里去 然后这个上帝 反正你去看啊 这个你要去真正读读圣经的话 你会觉得圣经故事里面 这上帝是一挺小心眼的人 他就觉得 这怎么能让你上来呢 上来以后 这个这天堂不就随便 天堂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这听着跟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通国湾的 那个那个黑社会 是说那感觉 然后就说那好 那他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让不同的人类 使用不同的语言 然后人类使用不同的语言 大家没法齐心协力 所以这通天塔 就没建起来 这个通天塔就叫bible 所以那么里边 你就知道bible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野心 其实bible就是要统一这些东西 那么使用bible的这种 jsx这种格式的东西呢 所有的这种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react element 理解吧 到后面我们还会反复说 也就是你写成这样 它就认为是一个react element 那么其实来讲 这个东西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这首先get到一个 app的这么一个element 然后把这个东西 render到这个位置里面去 render到这个地方里面去 再次贝他 这边 再次贝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